全球首富马斯克靠着电动车致富 但他并没把石油产业当成死对头 最近在挪威的一场会议上 马斯克特别强调 世界还是需要石油和天然气 否则文明将会崩溃 马斯克认为世界必须继续开采石油和天然气 并且同时开发持续性能源 但还预测能源过渡期 至少需要数十年才能完成 不止如此 马斯克也认为 无论从国安或是环境角度 各国都应该增加核能发电 才符合效益 否则根本是疯了 他还主张关闭核电厂 才是对环境有害 至于欧洲最大石油和天然气公司 核牌执行长半博登则市井 欧洲能源危机可能将持续多年 俄罗斯进一步减少对天然气供给 导致欧洲天然气批发价 上周飙涨到记录高点 可能拖累欧洲经济陷入深度衰退 能源危机更恐怕导致欧洲 接下来好几个冬天 必须实施能源配给 另一方面别看运价跌多 如今的运价若跟疫情前 2019年8月23号相比 目前欧洲运价是当时的5.6倍 美西线是3.99倍 一场疫情让世界再也不像从前 记者综合报道